中国和印度到底哪个更发达 外国知名旅游博主阿布 对比了他在中印旅游后的视频后得出答案 作为旅游博主 他发布过一条名为 我要去印度这个地方旅游的视频 在这里你会看到 作为旅游博主 阿布去过很多国家 这一次来到亚洲 他对中国和印度十分感兴趣 同样作为东方人口大国 向来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看到这里网友评论 相信伟大的印度 会让你大吃一惊 印度的城市远比中国更加美丽现代化 食物也是干净美味 不得不说 外国人对于中国真是有够无知的 要不是这次推出的144小时免签 迎来了大批外国游客到中国旅游 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偏见 不少外国人还以为 中国活在上世纪 阿布第一站来到了印度红宝 这里被称为印度版故宫 也是印度人的骄傲 阿布发现 外国游客的票价是当地人的十倍 这可真是赤裸裸的薅羊毛啊 在中国几乎所有景点 中外游客的价位都是一样的 而印度同样的景点 外国人需要600卢币 而本地人只需要50卢币 并且景点外防护严密 只不过里面的景色 确实在让人有些失望 与中国宫殿的宏伟壮观不同 红宝显得有些破旧灰败 墙壁破损严重 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维护 逛下来感觉就是一栋 有些年头的旧房子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色 红宝不大 最多半个小时就能结束 不像过宫一步一紧 每个宫殿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 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 这里管理混乱 明明是古建筑文物 却到处都是随地叫卖的小商贩 网友感叹 这里和故宫完全没有可比性 从我们进入大殿的琉璃瓦 闪烁着金光 宽阔的广场 整洁宿目 阿布走在故宫的回廊 虽然对中国并不了解 但浓厚的历史氛围 仿佛带他穿越时空 御花园中各种珍奇的园林树木 让他大呼疯狂 阿布在这里逛了四五个小时 还是意犹未尽 从规模上来说 故宫比印度的红宝大了不知道多少 再加上从建筑的细节上也可以看出 中国对文物维护的细心和重视 面对北京烤鸭 阿布吃得停不下来 他发现在中国任何一个餐厅 都十分干净美味 拍盘也精致漂亮 即便是路边摊 也能让人放心享受美食 这和他在印度的经历完全不一样 在那里 阿布只能吃到苍蝇乱飞的粘稠物 在印度 摊贩老板将食物随意摆放在 到处都是垃圾汽车尾气的街道上 没有丝毫卫生可言 一块毛巾搭在身上 既擦桌子又擦手 为了活下去 他只能花大价钱光顾高档餐厅 即便这样 他也不敢随意饮用餐厅提供的水 而是选择随身携带瓶装矿泉水 网友评论 印度的美食真的很好吃 你应该去尝试 印度美食就是最伟大的发明 只能说你永远叫不醒井底之蛙 走在德里街头阿布感叹 整个街道人车处混行 没有丝毫秩序个言 地面上到处都是垃圾 走进印度知名的月光骑士 一股恶臭扑灭而来 他只能在垃圾和人群中 小心避让穿行 到处都是车辆的鸣笛声 嘈杂的环境 让他想尽快脱离这个地方 只不过进来容易 想出去就不简单了 毫无规划的城市路线 没有任何秩序的行人 让他在集市中 徘徊了一个多小时 才找到出口 但即便出去了 周围的环境 依然没有丝毫改变 拥挤的人群 脏污的街道 嘈杂的环境 更可怕的是 走在街头 你还要面对各种骚扰 小贩和司机 会坚持不懈地上来 纠缠骚扰 直到你肯付钱 才会罢休 不敢想象 如果是一个女生 独自来印度旅游 会有多危险 坐上了三蹦子 阿布才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惊心动魄 司机速度极快 每次几乎都是 和对面的车辆擦身而过 这么看来 印度和中国 真的完全没有可比性 网友评论 在中国这样的情况 你永远不会遇到 北京的街头 虽然也是人流密集 车来车往 但阿布却从未觉得杂乱 大家遵守交通规则 路上穿行的汽车 也没有丝毫声音 阿布发现在中国 电车用户非常多 不仅声音小 还不会产生尾气污染空气 走在机市上 中国小贩 并没有像印度一样强制推销 即便不买任何东西 也会热心讲解 这让他十分安心 网友评论 印度千锋百计的 要和中国比 但中国从未把他们 放在眼里 走过全世界 中国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谢谢你的视频 帮我省下了去印度的机票 印度人 印度人为什么总有一种不管不顾的自信 面对这么大的差别 他们仍然可以说出 如果不努力 就会被中国赶超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李宗宜